小超凡成为了我们 新晋的一战青年 请上位 新的一位一战青年又产生了 好的 那接下来 让我们赶紧有请出下一位选手 来了 好 演员 小颜老师 好美 好 刚才大家 来了 好了 小伙子 来互相进行了讨论 是不是声音很好听 大家好 我叫唐野嘉 虽然距离上次来一战到底 仅仅过去了两个月 但是我还是很怀念这个舞台的 上一次 这个小叶老师在我们的舞台上 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些日语当中 字跟我们的中文汉字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含义完全的不一样 比方说这个丈夫 真正就是写主人两个字 其实是指丈夫 对 还有那个大根 你们以为是什么 其实指的是萝卜 很有意思 所以回去了以后 那同学们看到了以后 会不会觉得 我们的老师出现在一战到底的节目的现场 好有趣 他的课应该会就是更受欢迎 是的 对 就是一下子变得很忙了起来 然后老师这个职业 本来是我回国 我想就是做一个人生过渡期的一个兼职 但也是这段时间 我也确定了自己要成为一名更优秀的老师 哦 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我的班上呢有一名很特殊的学生 他的年龄段呢大概在五六十岁 那大家知道在这个年龄段 如果说想要重新学一门语言的话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后来客户我跟他聊天才知道呢 他的儿子在日本留学 他很希望能够过去陪他 但是又很怕不会日语会成为他的负担 这段过程很艰辛 但最后呢还是完成了学业 能跟儿子团聚 现在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让我觉得做老师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 帮别人完成梦想 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然后我今天呢还会带一个新的词交给大家 好 又有新的词 对 这个词呢中文呢写真面目三个字 但他其实呢读真面目 他的意思是很认真的 真面目的样子就应该是很认真的样子 对 所以上一次是我第一次来一战到底嘛 可能会有点紧张 那今天呢我会拿出我的真面目 一个更加认真的小叶老师 好的 那小叶老师啊 今天虽然他的声音非常的甜美 我甚至都觉得可能不一定有很多的男生啊 想要这样来催花了 对不对 对 而且我和小叶老师还是同一家健身房的会员 等一下 你是因为小叶老师在那边 所以你才去了那家健身房 小叶老师他有给你送香蕉吗 没有 他有给你送柚子吗 送了西瓜 凡学生名走过必留下痕迹 其实我就想告诉其他的几位男性的一战青年 那就是小叶这样子就当着齐曲歌词叫最迷人的最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被他软萌的声音 这个呆萌的外表给欺骗了 其实他非常非常的厉害 其实是一个不是小叶老师 其实是一个狂野女孩 小叶老师一会儿就把他干掉好不好 但是我就先说你讲了 对 刚刚听完小叶老师整个介绍 我什么都没记住 只记住了二次元的声音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对你下手 但是陈岳就是 他跟钟瑶完全是两种类型的 没错 对 就作为一男生 你会更欣赏哪种类型 陈岳看我的眼神 命啊 送命啊 真的是 陈岳心里小 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题 我们成年人都要 都喜欢 我全都要 但是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场上的三位女生 真的是三个风格 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表面上看起来都不同 但是内心其实都很男 那接下来你们谁 谁决定向小叶老师挑战 请考虑 哇 女生都出拳了 为什么 为什么 紫旺 我们两个人的相似点有很多 第一就是我的声音也很甜 第二呢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 是学习韩语的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 也兼职过韩语老师 包括我也很喜欢 我也学过泰拳 然后我也学过柔术 我就想我们两个人 会发生什么样的碰撞 紫旺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你这一拳打得非常漂亮 我觉得 我这个选择就很简单 因为我跟小叶老师 反差其实挺大的 冰山美人 然后他穿得这么娇艳 而我那一身黑 那么我就愿意站在场上 来挑战他 给四位男选手一个做白马王子 出手相救的一个机会 真干脆 陈岳 我主要是说给你听的 陈岳 我主要是说给你听的 我已经听到了 我今天不会做你的白马王子 但我一定是你的黑马王子 我感觉被撒狗粮了 怎么办 那接下来小叶老师 请问你要挑选谁 成为今天来到一战到底的对手呢 在我后场的时候就有答案了 赵超凡 就是我们这个现场啊 是一个圆形 很像一个椰子 但大家都知道椰子是非常坚硬的 用刀斗砍不破 但其实呢 这个椰子的顶端呢 有一个椰眼 哪怕是一根牙签呢 也可以轻易地把它戳破 那我觉得呢 刚刚上场还未站稳脚步的赵超凡 可能就是那个椰眼 那我来想试一下 能不能成为那个戳动这根椰子的 有牙签呢 在我们一战到底的舞台 唱什么歌曲都可以 但是你想战胜我 不可以 下面希望你们打起精神 好好加油 请准备 打底开始 为了防止唾液乱飞 日本游乐园协会 近期要求游客在游玩什么项目的时候 禁止尖叫 那这种唾液会飞到别人脸上的话 一定人很多 而且非常容易发生尖叫 所以是过山出 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 蓝色是女性的专属色 那么哪个颜色是男性的专属色 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 这个颜色代表的是男性的刚毅坚强 它是粉色 著名的杯媳妇大赛 起源于哪个国家呀 芬兰 在芬兰 超速罚款的金额 会根据什么进行计算 当地的一个富豪 驾驶车超速了 他被罚了大约得有40多万美元 所以他是根据收入来进行计算 请按照 来源于什么 这个代码里面有日文的片甲名 是来自于食谱 啊 打响指的原理是 中指击打大拇指根部肌肉后 如何相互作用发出的声响 还是 震动发声 漂亮 好 接下来两位 哇哇哇哇哇哇哇 助攻时刻来了 进 停 提 南通州北通州 南北通州通南北 北通州在北京那么南通州位于 张苏 张苏 小野老师 讲到了助攻题 有一位宜然青年 加入到小野老师的阵营 他是谁呢 成天 哎 这眼神自己体会 王中央靠你啊 好 要不然中央来帮我吧 哈哈 答题 继续 南京市河西新城 南北走向的道路 大多以什么来命名 哦呦 嗯我记得在河西有很多什么 松山路啊 黄山路的 那我觉得应该是山 南北走向 如果赵老师遇到了波塞东之文 那是指我们生活中的哪种现象 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啊 它是上厕所建起的水花 推动 中日官方交流出现第一次高潮的是 哪位随潮时的日本外交官 啊 他是名男性 但是他有很萌的名字 小野妹子 云南 卢姑府中这种盛开的花 常被称为什么 他就是水性洋花 这两位卡通吉祥物叫什么名字呀 呃这个 应该是BB和莉莉 啊 哇 二二和三三 所以小野老师 暂时出局啊 现在 好陈月了 陈月一直看王仲瑶 你什么意思啊 你看王仲瑶什么意思啊 他对你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答题继续 王婆卖瓜中的王婆 其实是男性 那么为什么称她为王婆 我 是因为她说话婆婆妈妈的 卡罗莱纳死神 是哪种被收录进吉尼斯记录的食物 哎这个我还真闯过一点 当然真有相似的感觉 辣椒 嗯 嗯 请听音频题 这是那首歌曲的片段 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以为 这个是猪八戒悲喜一份儿 但其实她的真实的这个歌名呢 她叫逍遥自在 孙大胜 大多 据弗吉尼亚州心理学家 普兰扎罗恩研究表示 星形符号 最初描绘的是什么 星形符号 所以最初描绘的是 大家都在练的蜜桃臀 所以是臀部 射雕英雄传中 杨康之父杨铁心 曾提到过他的先曾祖 是哪位宋朝名将 嗯 这个题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猜一个她叫 杨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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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毅超越 杨 杨晏 杨晏 我们欢迎星乐 终于来到我们的一站声音 杨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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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感谢的事情 慢慢跟陈岳说 现在我们是送别超凡的时刻 我们相遇都是缘分 希望你可以像太阳一样 照亮更多的人 也欢迎你再回来 我会在这里等你的 好的 我一定还会再回来的 感谢赵超凡 来到一战到底 清创计慈爱 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